一世事,一世情,一世好阴暗 东山的货居换成合心新居 竟然雕失情趣 人大了口中左右失去 明明很讨厌说到脚袋一对 世惯的小姐后来 随哪个星河游 没掉了想死 我昨天亲力姐妹所愿未傾听 从今次从醉于反省 全身唱歌 你有份爱过我的歌 陪伴你青春光景藏我 每次都测证了 每次笑容傻傻月光光 有朝地堂望 全心唱歌 你记忆里有我的梦 回望小不介后天抹如初 你笑过你受我 别崩过鱼颜沫 傻小子便老乱寂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节目开始的这首歌都是来自我们朋友的推介 这个朋友的确是我认识的朋友 到底是谁呢?刘先生 你知道这首是你推荐给我的歌的 的确是好听的 那天我记得是星期四的早上 他就把这首歌推给我 他说你听一下这首歌挺好听的 我觉得作为这个节目的主题曲 其实都OK的 我听了之后 真的挺好听的 今天就作为我们一些试一试片头的好音乐 送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当然很多朋友都提前通水 说我知道 《东山少爷》《降音的歌》是吧? 是的 那这首歌我不知道是新歌还是旧歌 坦白说 哈哈哈 即是你叫我坦白说 我坦白说真的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吧?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新歌吧? 是的 没错 哈哈哈 好 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当然了 要多谢所有所有 我们今天早上 又去到我们美临Nlive 天地的朋友 参加我们一些事 一些生活展的所有朋友 以及参加我们的 恭喜发财MV拍摄的朋友 多谢你们 多谢你们 虽然我不在现场 我下午才从杭州飞回廣州 但是我在早上 一直通过这个手机 就是看直播的 是的 的确要多谢所有朋友 刚刚就是 9点钟的时候 就是他们簽名的时候 下雨 那些雨都很大 哎呀 但是很快的雨就没有了 是的 雨过天清 是的 所以一切都非常顺利 再一次多谢所有朋友 多谢美临Nlive天地 多谢所有朋友 多谢我们的 今天还有求婚 是的 恭喜恭喜 是的 其实求婚的朋友 是上个星期就找到我了 他说 Hilgo哥 我想去求婚 这样 这样 我之前 我也是劝他 我说你不如 下个星期 等多几天 是的 下个星期 等我们准备充分一点 或者 因为我们的生活展 我们一直会做到七夕 到七夕 去到二十五日 七夕那天 是的 我说你不如七夕那天 他说不是 因为我是花刀的 那天也是工作日 那天落班 再来到 吃东西 可能很晚了 下个星期都不太好 因为我已经订阅了我所有朋友 令到我很奇苦难下 差点不想帮你 但没办法 人生大事 没错 一生人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 一定就是朋友 怎样都帮你 说笑而已 对不对 于是 我不知道 今天 因为我看直播 这几个收音 又不是很清楚 梳打仔 又口水多个茶 吵着我 我听不到 其实 听得聞太清楚 但画面也看到 也很感动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当时一样 画面好像你所说 相当感动 但现场 的确是我们花刀的朋友都精心准备了 关键是他有一个亲友团 没错 亲友团 那一瞬间 真是给予我们的女主 当然 有情人 忠诚 眷属 最后两个人还坐在我们的沙发上 上面有一个库字 真的 那个阵势也要命 再一次恭喜两位 恭喜 恭喜 恭喜一对新人 三年抱娘 而且我们还送了一些蜜月套房给他 真的吗 对 三年抱娘 这个步伐 可能会加快很多 蜜月房也不行 人三年抱娘 你就没有给套 送套蜜月房 是送了一套蜜月房给他 蜜月套房 房里面有没有套 这些细节方面 我希望也做到足 你希望也没有 就是蜜月房 不要有套 那就三年抱娘了 对 没错 恭喜恭喜 再次恭喜 再次多谢我们所有 今天来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 当然了 今天你也是现场收到很多钱 也不止 嗯 对 来自我们海外低迷群的群主 Alex 哇 真的这样 递了一袋给我 是 递了一袋钱 我不知道 有一个很漂亮的包装 我说是什么 本来我过年的时候 想送礼物给我们两个 一是疫情的关系 我说是什么 他说你这样吧 你等到Hugo再打开 我说不行 我们先打开 打开 原来来自各个国家的钱 对 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钞票 大部分我是认不出是哪个国家 你回去研究一下 当然了 因为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 我们真的很喜欢我们的朋友 送这个钞票给我们 即是送钱给我们 其实面额越大越好 更加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文化 没错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说你送的钞票给我们 没错 这个钞票上 如果以外国的钞票来说 就会印一两个人头 头像多 那我们要研究一下 这个是谁 这个是六月十八 还是六月十三 一六月十三 喝喝喝喝喝喝 没错 我们会研究 但问题是 他所带来的资讯量 其实信息量很少 越是面额大的钞票 其实里面 所带出的 关于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这个地区 他的很多信息量 就会在里面 譬如说 我们的一元银 上面就是绿色那张 上面有杭州的三壇印月 其中西湖十景之一 三壇印月 其实信息量很小 对不对 信息量很小 看来我们收这些礼物 理由准备得很充分 不是的 这是事实 不是理由 我从来都不会说 不说理由 三壇印月 信息量很小 只不过是西湖十景 但你知不知道 这东西是西湖十景之一 西湖其他究竟是什么 有时你不知道 对不对 这样就不同了 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国家一百元的大钞 即是红色那个 里面真是很大的信息量 我们中华文化很多传统的东西 全部都在里面 对不对 可以值得一小小品味 没错 没错 无论是人物 人民 藝術 政治 各方面的信息量都很大 所以我们其实了解地球上面 那么多的国家 我们没可能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去到 但如果通过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 可以将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钱 都给很多我们 我们可以在方寸之间 了解这个世界 对不对 我们就不会乱了 方寸 没错 今天一笋很厚 而且有一些紙幣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们可以看看 真的 所以很开心 今天不单止我们 收到来自我们朋友的 一份心意之余 我们还收到很多 关于这个世界 很多不同地方的资讯 这件事 我觉得是同样地重要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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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希望我们的朋友 送世界上不同的国家 的货币给我们 特别是紫币 成为我们的节目 是一种传统 是的 很优良的传统 是的 没错 一年365天 每天都有人送 多好 是不是 想着都开心 想着都开心 是不是 令到我们的眼界更加宽 令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有更多素材 和大家分享 这件事才是最重要 你说我们真的贪过那些钱 其实不完全是 除了私心 还有公心 是的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节目好 当然Alex 除了带了一把东西给我们 之后 他还给了一封喵 给我们 带了一封信 Alice发上来 他说 芝芝 你等于Hugo研究完 你一搭抄票之后 可以写一份报告给我们 行不行呢 可以的 拭目以待 假如是日 好 Alice 在这一搭的 钞票里面 当然 都 放了一封信 在里面 是 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一下 Alice的心声 Dear Hugo 阿智 床前明月光 恭喜发财 我是英国的Alice 首先代表全球海外低迷群 和广州新年进步群的Friend 祝贵 祝贵 今天 一些事 一些程 恭喜发财MV千人陆祭活动 順利圆满举行 在2020年 这个特殊的年份 路途虽然充满了荆棘 但也收获了很多很多的感动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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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高兴能够健健康康地 参加一些事一些程 今年组织的 两场史无前例的千人活动 为我们国家感到驕傲的同事 亦为我们追随了这么多年的节目 感觉到自豪 多谢你们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依然坚持对每一个Friend的承诺 是 不用客气 是Friend 是Friend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希望都可以做 特别 你也有提到 在2020年 这么特别的年份 可能方方面面 我们也充满很大的困难 作为一些事一些程 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在精神上 我们可以鼓励大家 更加充满乐观自信 外地去生活 大家一起加油 祝贺和感谢 不是随便讲讲而已 我们用最实际的行动来表示 相信两老读完这封信的时候 其实内心应该充满了欢喜 哈哈哈 我们未读已经很欢喜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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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为伴随着这封信 是很多来自我们全球海外低迷们 从海外通过各种渠道 寄回来给两老的当地特产 就是这个钞票 本来是打算今年农历新年的时候送上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被担割到现在 收集的时间被拖长了 理律上数量就多了 是啊 答厚了 哈哈哈 就是我这样计数 是 这份礼物也慢慢地越积越厚 哎呦 果然啊如我们所料 OK 哈哈哈 多谢大家 多谢 真的多谢 直着今天恭喜发财MV的录制活动 终于可以有机会将这份礼物奉上 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什么叫做 恭喜发财 在这里同时都恭喜我们每一位friend 来参与我们活动的friend 或者还未曾来参与我们活动的friend 大家都恭喜发财 嗯 大家这么说 对了 最后呢 特别呢 名借美国的小龙女 和我一起组织了这次呢 海外低迷门千里记特产的活动 哈哈哈 这个桶都OK 千里记特产 多谢呢 配合我们一起准备这份礼物的海外低迷门 希望呢 疫情早日结束 一些事一些情的全体人员 身处国内外的friend们呢 都健康平安 2020年8月16日 美国的 英国的Alex上 嗯 嗯 多谢Alex 以及多谢呢 我们海外低迷群 以及呢 港洲新年进步群的所有fan 你们的土特产 我们已经收到了 再一次说多谢 多谢 因为你的土特产呢 掀起了一股热潮 这个fan问 圆大头收不收 嗯 这个fan问 各个的支票收不收 嗯 哈哈哈哈 看上去的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乱那么填 哈哈哈哈 空投支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叫空投支票 这些 其实呢 我觉得呢 其实支票都OK的 支票都收的 嗯 即使使我们知道 譬如说汇丰银行 在国内的支票是怎样的呢 是 或者其他世界不同 其他的分行 是否全球或一 这个格式 我们都可以一并了解 是啊 其实都是一种 挺好的了解 当地经济的一种方式 嗯 他的位置去到哪里呢 是去到亿 还是去到十亿 是的 是的 哇 是 嗯 他有一千元的 龟亚那币 嗯 有空送给你们 是 没有空了 助言起行 多谢多谢 助言起行 大家一张袋 哈哈哈哈哈哈 都送出来了 哈哈哈哈 这个朋友说 有没有送梵蒂江货币 因为呢 正话呢 就是没有认真看了 因为口口一答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所以呢 未认真看 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有吧 因为梵蒂江不是一个 太冷门的地区 嗯 嗯 嗯 是的 有我们也不拘 嗯 嗯 这个朋友说 Hugo Hugo 小弟来报起了 成功破案了 脱了单了 还有 开金口 后天考科目三 中国好运 撑两老到八十岁 一定可以了 健叔 确实行 嗯 嗯 程仁子马上到了 我想送人礼物 哪个你 你快点出来 不要躲猫猫 礼物准备好了 那个人 收的人还没准备住 快点 快点准备 没错 这个朋友说 刚才从黄埔大到 打车回家 是港进的士 司机在听节目 几想报个暗号 看看有没有折打 那样 当然报了 是 最后都没有 最后都没有 是 下次尝试一下 就算没有折打 大家聊聊天也挺好 这个朋友说 人民币收不收 虽然人民币 我觉得我经常会见到的 最熟悉 应该是 是的 但有一句说话叫 溫固而知身 是吧 离多人不怪 所以这件事我都不会介意 特别是 如果你有见过之后的第一套 那些当然是最好的 再加上一些纪念意义 更加不得了 是的 好 这个朋友就是 有情人忠诚 眷属 没有情人夏天中暑 那就不要出街了 麻烦 这个朋友 臨时臨急报名参加了你们活动 后来才知道 要拍《恭喜法财》MV 要跳舞 人生当中的柱女兽跳舞 獻给了一些些情 其实都挺开心的 认识了很多朋友 拍了很多美照 我在群里刷片 我就是设计摄影景笑 很感谢这个活动 辛苦了所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 支持你们到80岁 多谢了景少 多谢你 多谢你 这个朋友就是Hilgo 直至晚上好 分享我的朋友Vicky小姐的金句 两个人相处是需要冲动的 什么冲动 见面的冲动 拖手的冲动 接吻的冲动 还有跑马仔的冲动 没有冲动 算什么爱 我程度农事 一个人自然冲动 就不能抑制 是的 那些爱就会发出来了 没错 这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恭喜发财到时是哪里可以看的 我相信 恭喜发财的MV 我们拍完之后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微博 一些事一些计的微信订阅号 发放出来给大家 当然了 最重点的就是 大家可以在KTV看到 跟着一起唱到 这才是重点 应该在进入后期的展示当中 第一时间会通知你们 没错 这个朋友说 相得晚上好 明天魔女一路向西求偶雨 西到哪里 是西藏 还是西关 西潮山 魔女一路开心一路平安 我今天从机场回到市区的时候 看到有一部SUV 拖着一部车 车上 应该是可以放两部月夜魔车 但是就是放了一部 挺帅的 即是那部月夜魔车很帅 月夜魔车很帅 而且这个行为也很帅 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出国 才见过外国人 一部SUV后面拖一部船 或者拖一些魔车 想不到现在在我们生活的地方 这些情况都会出现 觉得很开心 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郊外 玩玩自己喜欢的这个运动 很健康 很开心 今天没办法到美临的现场 曾相抵 因为我老婆明天就要生孩子 预产期在九月初 不过老婆因为胎盘前置 星期三产检的时候 医生说要马上入院 当然老婆就入手术室 因为孩子之后三十六 三十六 加四 加四 妈妈的风险比较大 有大出缺的可能 做孕妈实在太辛苦了 所以相抵一定要开心口 祝老婆和孩子平平安安 一起顺利 没错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很快 一定顺利 放心 很快就可以见到BB了 好 这个朋友 智勇的相抵 今天在美临天地 这么多朋友一起拍MV 气氛一流 相抵开心口 祝我升职步伏 我老婆微微好人生 生个牛BB 支持相抵到80岁 Justin一定是心想事成 在我们美临MLife天地的 现场报纸 有一个好人的玩法 有一个区域 大家都可以觉得 试一试 如何玩 我看看明天有没有空 如果明天有没有空 我尽量后天 都一定去玩 因为之前报展 之前策劃会 都参加了很多 但真的出成果 即是现场那一刻 是的 今天早上没有去参与 其实心里面多时有些遗憾 一定要去现场 是的 很希望明天很快 以最快速度 去到现场 可以看到 当时我们在插画会上 这样想想 实际上 当然 刚刚收到一些负面的意见 就是现场工作人员 好像不算积极 是吗 不会太主动地 帮我的朋友解释 游戏如何玩 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改进的 我们会继续跟进 是的 多谢你的提醒 最近忙着写论文 都没有时间参加今晚活动 真是遗憾 开心的陈医生 今天不开心 主要是没有收过 这么有国际意义的礼物 就是这样 人和人之间不要相比较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朋友开心 你应该替他开心 不要因为朋友开心 反而导致自己不开心 那你真的没有当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知不知道 开心的陈医生 开心了 北京时间22点剩 回到我们的节目 一写事一写情 这个朋友说今天的活动 因为缘分 认识了四个大沙地的朋友 我们的号码是145147149151161 因为我们有抽象号码 很多朋友在上面 他自己是专属号码 更加便于打招呼 141 就行了 然后大家以后就没有名字 对 全部有号码都承认人 通常有两个地方是这样叫的 想不到还有第三个地方 是 OK 你现在在听节目 是一些事一些情 节目期间 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 和我们产生即时的沟通关系 只要你在新浪微博 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朋友 还在玩这个新浪微博 我不管了 为了我们玩 也是必须的 也是应该的 就是关注阿智的一些事一社情 以及小弟Hugo的一些事一社情 在我们9点半左右 发的微博暗号 跟你的评论 我们就可以和你一起主持这个节目 你说 你下属一个新浪微博 然后玩微博 然后可以和我们一起主持 一档 这么受欢迎的电台节目 对不对 两佬说我老婆今晚不肯和我说话 帮我和我老婆说一声 乙寶 sorry 今天我也有去美林打卡 我们也在听 帮忙吧 多谢多谢 大家一起听 就是不理你 没错 不要这样乙寶 就跟我们中间 你採花什么臣子 採花龙寶山泉 哈哈哈哈 大家都是水而已 何必呢 又不是水混油 是啊 希望你是一杯亡情水 亡掉些不开心的事情 那个意思 是 没错 边听边採花 是啊 无论这个龙寶山泉有多得罪你 希望怡保你能原谅他 哈哈哈哈 龙寶山泉 我真的去到整个杭州 是 看不到怡保 那是人家的地头 龙寶山泉 是啊 全部都是龙寶山泉 准备IPO 龙寶山泉 是啊 厲害 来我们准备IPO的时间 大概还有三四年 如果快的话 两三年 都近了 我们走前一步 是啊 没错 洪洲回来大大走前一步 希望有色知识 可以加入我们一些试试 一些试试团队 完成我们的IPO大计 欢迎欢迎欢迎 首先很欢迎电脑架构的工程师 我们俗称的程序员的大牛 超级程序员 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职位 在等待大家 但是 晚市 起初 我们知道虽然是难 但是 首先捉住一个难点之后 有很多职位 在等待我们所有朋友加入 我其实 梦想中的一些试试公司上市的时候 就是 所有的 这个 我们的团队里面的工作人员 都是我们的朋友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朋友都会支持我们 然后大家走上公同呼吁的道路 这个是实际的 绝对 如果我们这个法财兼脱单 是怀孕科目三 这个科目三 不让我们考虑 如果我们考虑 我们的朋友 肯定过 不用考虑 怀孕这件事 我们也不可能 每一个都帮你手 帮回自己的算 这件事 我们真的帮不了什么手 我们只能送上这个祝福 这个脱单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都在这里介绍不同的方法 令到大家可以尽快脱单 是 而且组织不同的活动 是 给到机会大家 认识到你们心目当中的异性朋友 是的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作用都是间接性的作用 但是发财这件事 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大家的一个发财的领头 领头药 令到我们一些事一切 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会发财 这件事我们真的可以 我们带领大家去实现 是的 所以刚才所说的 一起加油 走上这个共同之父的道路 没错 你的朋友说 駕駛证五年 一直都没有开车 前几天买一部新车 新车开第二天 就拆到车库柱 新车受伤 很心痛 所以这部车便宜 便没有那么心痛 没那么心痛 是的 新手开车 怎样都会嗨嗨碰碰 人安全是最重要的 是的 车有保险的 是的 而且你知道 駕铛铛这些东西有质量 你是宁愿駕铛的柱子 还是宁愿駕铛的火柱子 是不是 是不是 这种朋友说 龙虎山泉给了多少广告费 我们鼎湖山泉给了多少广告费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鼎湖山泉是我们 广东的 更多广东人沖茶的选用水 是的 欢迎你 有这个志气 真是可嘉 这件事真厉害 你厉害你厉害 昨天在节目中也说了 昨天在杭州做些什么 今天早上有空的时间 因为今次我带太太和小朋友过去 今天就有空 带太太和小朋友去西湖走一圈 然后去了虎跑 虎跑是一个团 虎跑团 原来杭州的市民和广州的市民是一样的 有很多市民真的拿着一些交筒去虎跑团打水 就像我们很多广州去白人山 带水回来喝 沖茶 甜点 我见到一些老伯伯一部手推车 然后装着方形的交罐 方形的交罐四五罐 然后去到虎跑团 杭州市政府也很人性化 虎跑团在上面 然后分了两支 一支被它融入大自然的小溪流流 另一支专门有一个水喉 接过去给市民来装水 然后很多市民有些交筒都在排队 排了几十的交筒 去到看的时候 就是在交筒都排队 但是有人在离远地钓着看 是啊 很有趣 真的快到自己的交筒 自己就走上去 那你有没有弄回两口 我没有弄回 但是去之前我叫个儿子 你那支龙虎山泉 快喝光 这样说龙虎山泉 真的给了我们 但是没有办法 杭州就是他的地头 你拉手都是他的 如果杭州 我拼命说 鼎虎山泉 你也不相信 鼎虎山泉 麻烦 等着你的伤背 我问他 你快喝光 然后我儿子走过去 那些老伯伯好人 小朋友 让你先接吧 反正你接这么少 然后就是 还有小脂肪的 然后就很认真交代我儿子 小朋友说这水不能立刻喝 要回去煲熟才喝 我儿子说有小时吗 他说不是 是 他说我们杭州人喝惯就可以 可能你不是杭州人 怕有些水肚不服 水肚不服 是呀 你也去煲熟才喝 本来很想立刻做一口 是呀 其实今天去苦考团 有另外一层的意思 因为这个宏仪法师 俗名叫李淑彤 其实我是很喜欢他这个人 当然了 看了很多他的书 还有他的徒弟也有很多很出名 最出名的是画漫画的《风子海》 他是徒弟 他是徒弟 完全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出家 而且出家 他选择那个 大家都知道佛教里面有什么宗 什么宗 他是选择那个最辛苦修行的 哦 是啊 这个转变相当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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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一个 根本上是充满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这个现代的中国里面 所以一直对他很景仰 然后他过世之后 他一半的射尼就在虎跑 哦 就是在那里 在那个存放 那里有他的墓 还有一个碑 因为从未看过 另外一半就在他修行的福建 哦 即是一边一半 是啊 今天想着有些时间来尖养一下 这个 我们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奇人 很厉害很厉害 他是第一个 就是将钢琴教育引进中国 哦 很厉害 所以现在有这么多钢琴班 所以我就带个儿子去看看 哈哈哈哈 有怪无怪 不要怪我了 哈哈哈哈 不是我逼你了 不要怪他 当时没有这个人 哈哈哈哈 有这么多钢琴班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全中国的 那些钢琴教育系统 那些钢琴老师等等 应该集体去尖养一下他 真的 喂大哥 真的没有他 没有他当年 哪有你今天了 是不是呢 收几个水一个小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 哎呀 这个朋友说 我想要认识今天 避章黏着003号的女生 虽然戴着口罩 但眼睛足够迷入 麻烦戴着口罩 麻烦戴着口罩 今天是003号 全部都有这个红号 是 女生 可以和这个粉丝 Diamond Yerp 教主 相迎客 是 是的 OK 今天中午 去了一个地方吃饭 这个地方 就是习大大也去过 是一个梅家屋 梅家屋 梅家屋 是一个出茶叶的地方 种龙井 是有名的 当地一个農家 很便宜的那些 農民自己找一间屋来开 那些 去到 看见门口大大张照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真的 我觉得伟大领袖是伟大领袖 真的 因为通常领导来到那边吃饭 都会站在中间 他不是 他站在一边 OK 是的 足以 反而这个 这个龙家屋 这个大牌档的老板老板娘 站在中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你也试试 我也试试 其实是社交媒体 一般般 其实也不是太多钱 哈哈哈哈 一般般 一般般 即是普通的龙家乐 即是正老的龙家乐 正老的龙家乐 就不会有特别的惊喜 嗯 嗯 就是这样了 是的 就是这样了 是的 那怎么办 大家都是普通人吃的东西 是的 这个朋友说 Hugo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但是最近很烦 想问一下 如何才可以不在乎 其他人的想法呢 个人一直都很在乎 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有什么办法 可以改善这件事呢 如果这样的话 我真的很累 的确 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的确很累 每天 除了跟自己的工作上 等等的辛苦之外 还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言语 太辛苦了 是 没错 你都知道问题所在 那你戒了就可以了 是的 任由他 很多事情 是的 我觉得一个人在社会里面 特立独行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 完全不理人的眼光 其实这件事 都是比较难做得到 但是 没有那么介意 外界对自己的看法 这件事 似乎都不是很难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尽量避免有些看法 完全不行 就很难说 尽量避免 自己心里想起一遍就可以了 是的 心里想 人家怎么想 人家怎么想 是不是 真的 对任何一件事 其实我们一千个人 可能都是一千个角度 去理解它 对不对 所以 对于你的一些行为 对于你的一些言语 其实其他人 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这个是他的自由 对不对 你只要给了足够的理解 其他人 你就会过到这一关 这个朋友说 今天学生的Q群 参加了恭喜发财的MV拍摄 廣州一日游 淚并快乐 现在先吃宵夜 真正 宵夜 辛苦了 多谢 多谢 绝对 不用说 一石击起千层浪 还有没有其他 飲用水的企业 大胆站出来 反正你们说话 不负责任 勇敢去回应对手 除了我们当身之外 你们也不需要 把这些事情当真的 厲害 知之求指教 如何可以比较顺利 撩起一个家人介绍的对象 家人介绍了 不懂得撩对方 微信上的聊天 我觉得很难开展 因为大家都没有 共同的圈子来展开联络 加微信好像很有目的性 又怕对方说我无聊 又想顺利开展 求教 怕对方觉得你有目的性 这件事真的不用怕 因为大家的 这个加微信目的 大家都相当清晰和清楚 是的 我就是想认识你 是的 我就是家人介绍DL 那怎样呢 没错 我想认识你 单刀直入 我想在这里跟你聊天 我想在这里了解你 等等 是 所以这件事不需要尴尬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 了解他 是吗 如果真是微信上 觉得自己不太擅长聊天 既然都加人介绍 真的可以约出来见面 吃饭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 大家互相认识的途径 是 没错 两老晚上好 我又来了 今天知道六取分数先 预计会被港公六取 师弟 师弟 师妹 有没有港公龙董校区的师兄师姐 可不可以讲龙董校区的优缺点 道理上 龙董校区相对于港公而言 是很突出的一个校区 一个宝藏 宝藏校区 简称 在港公中已经可以了 师弟 师弟 既然你都去港公的龙董校区 那你都无需有什么其他顾虑 恭喜你 鼻六嘴 真的 这个人说 两老我不开心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妻会出轨 生活太无聊 老公没有共同话题 人生太无聊 我喜欢了我不应该喜欢的人 其实我也知道 我这一步行叉踏错的后果 是我接受不了的 那究竟他走了没有 不知道 或者在行进 或者已经踏出了这一步 我觉得你及时收脚 在你老公未发现之前 把这件事打住 我觉得被发觉的机会 不一定是特别高 不过与此同时 你也要反省一下 你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 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这才是重点 杀制的同时 你想想在两个人问题当中 自己会不会有些责任呢 多在自己方面想想 可能接着两个人相处 会更加容易一些 没错 这个时候手上拿了一封E-mail 来自我们充满感情的电子邮箱 商低你好 小女子不才 不懂得如何赞美你们 但唯一的就是愿你们一切安好 不知道会不会被读出 但我希望有幸被读出 我叫TT 今年大一 由于今年的特殊情况 一直都只可以在家上网放 就在今年的四月 我下载了一个吃鸡的游戏 那段时间经常玩 但很赛 到26日 4月26日 在游戏里面匹配到两个男生 一个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另一个是他的朋友 由于我们也是开着麦 游戏中我们有话说 那时男朋友因为我的声音好听 要求加我微信 我说如果可以带我吃鸡的话 我就同意你 想不到真的打赢了 于是我就同意了 那段时间他经常找我玩游戏 刚开始加微信 都没什么聊天 我就向他要了一句朋友的微信 因为这个男生的朋友 和我是同一个专业的 学同一个专业的 我同一个专业 而这个 即是现在的男朋友 和我是不同专业的 接着我就去聊聊他的朋友 发现挺谈的 但因为他们都是外省的 当时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 过了个星期 有一晚我在同学家 无聊又去找我现在的男朋友 他跟我说他有福记 然后我说可不可以摸摸 当然是隔着屏幕 而是说说而已 什么都做不到 他说不可以随便摸摸 摸了就是我的人 大家都吐露 我觉得挺搞笑的 我问他是否认真的 他说如果我认真 他就认真 我回了一句好 就这样那晚脱单 我有点不敢相信 他还跟我说 这个是不是网恋 有点头暈 当然是网恋 大哥 没见过 玩游戏相识 是啊 腹肌都没摸过 就做了男朋友 是啊 他答应你肯 坦白说 我也觉得有点吃虧 哈哈哈 刚开始 我觉得网恋 不是太可靠 就是聊一下他而已 有一天 我就说 不如我们视频 然后他就打过来 我突然之间很紧张 当然 小女子生得一般般 五官端正 偶尔有点上进心 这句话真是可圈可点 是啊 一个人有上进 便会有事业 是吧 当然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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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的 绝对 哈哈 那么 当我看到他之后 都挺放心的 他样子不错 他就在外省读书 下个学期就大四了 由于下半年要考公务员 所以他一直都很努力地学习 而我就是专科 偶尔因为男朋友比我优秀而自卑 我经常安慰自己 其实我也不错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自卑 这件事 如果你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 你们的戀爱未必真的行得远 因为在戀爱里面 当然有人是犯贱那方 但不需要犯贱到自卑 是的 不要因为他是本科 我是专科 或者他是博士 我到大学都没上过 我们之间 我对着他就会有自卑 其实不需要 其实不需要 他喜欢的是你 对不对 除非他不喜欢你 你肯定黏上去 他喜欢你的专业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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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对方的专业不可以吗 你觉得 可以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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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和专注 哈哈哈 是 途中我一直很想见到他 但由于要上网货 从5月开始到7月8日 我们都终于放假了 我们约好这个暑假一定要见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外省的 男朋友就叫我去广州等他 嗯 11日我就从 终于不让他出省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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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的女生在家里 就在站岗 他11日我就从站岗来到广州 但是 但是 上个月两个好朋友叫他去设计暑期保证班 课要上到8月底 他就跟我说7月18日 要招到100个学生 才可以请假来找我 虽然我有点不开心 但是太想见他了 于是我就耐心等待 然而18日前 他没有完成目标 那天他打电话来说 他不教了 那么想见我心 一刻都不可以 一刻都不可以等了 他说 他就没有和朋友一起够训练生意 撤资 还赚了1000元招生费 哎呀 见你紧要 对了 如果这段时间不见 遲些可能会更忙 听他说完 我很感动 终于在7月20日那晚 他踏上了奔向我的路 其实他那边的交通不太方便 没有高铁 也没有地铁 只有火车 到了21日早上5点多 他到了广州 那时他发信息给我 我就立刻起床拆牙洗面 因为不想让他等太久 所以没有化妆 不过挺好 小女子生得不丑 五官端正 就是皮肤有点黄 出门口的时候 出门在外都要戴口罩 所以都没有必要化妆 本来以为六点前看到他 想不到他乘坐地铁 看错事 搞得差不多7点才到 令我等了一个多钟 不过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当时我很紧张 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不知所措 突然之间 他那一刻 他就拖起了我的手 当时我就在想 要不需要那么直接 就是那么直接 那你们都认了男女朋友 对方就想当然 这件事很自然发生 毕竟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们就找了个面馆 吃早餐 坐下来的时候 摘了口罩 他一直盯着我看 很认真的样子 那时我不好意思 在那边尴尬地笑 摔头碎面 因为我那种不喜欢说话的人 而他还好 经常找话题和我聊 由于我不是广州本地人 对广州哪里好玩都不熟悉 所以到处逛了一下 晚一刻 我们就在酒店住了一晚 嗯 其实会不会双方 对这件事也有充分的准备 大家都知道 男生又离开自己的地方 女生站过来广州 五次不然这个酒店之类 一定是这样的 即是一定要住酒店 是的 没得走的 你不让别人留在一间屋 知道 真的 OK了 看小我们的朋友 不是看小的 即是有个屋子都会不说 是 当然了 那晚没有发生不单纯的事情 那晚她抱着我睡 还问我怕不怕 她对我做坏坏的事 我就说了一句嗯 这样 是 其实会不会女生 其实会不会有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每人手都觉得 会不会有期待 阿智你真是乐观的 太乐观了 真的 女生都嗯 我不知道她的原意是如何 但是经你一演绎 我就向乐观那方面想 是我演绎的问题 是的 OK 乖和 然后她摸走我的头 傻瓜 我不会伤害你的 除非你自愿 这句话说得真的没问题 什么是除非你自愿 我觉得根本就是除非你主动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自愿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相拥入睡 翌日的中午 由于天气太热 你觉得在房间很热 就会穿少一点 这句话会不会是 房间有空调的 有空调也太热 有空调也太热 反正我就觉得热 你理得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起了鸡皮 也是因为我热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唉 翌日中午 由于天气太热 我们就去了地下商场馆一半天 时刻牽着手 难道这个就是甜甜的恋爱 快乐的时光 真的觉得很快 晚上她就要回家了 她还想跟我玩几天 但考虑到很多的不方便 而且她还要赶上学习 而且上学之前还要租屋 租不了屋 所以只能够 北京时间22点30分 对了 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不可以钓耳轻心 我这次去杭州 之前已经做了准备功夫 下载了他们当地的健康码 他们在浙江省有个APP 叫Jelly班 浙江的浙子女办 我相信她 但总是觉得 就是Jelly班 用这个鞋音 是的 就是Jelly班 我觉得挺有趣 下载了APP 然后又登记了个人资料 打算去哪里就出事 怎料 好像在路上都没有人叫我出事 她知道你准备了 你明白吗 她一出的充满自信眼神 知道你准备了 她就不会带 所以是这样 好 继续我们起封的email 我们这个男孩 就依不舍地 就要回到她住的地方 回到江西 那晚我送她去车站 离别的时候 互相抱抱 其实在转身那一刻 挺难受的 但总之都是忍住了 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刻 都感到很开心 自从我们确立关系那天起 几乎每天她都主动会找我 发信息给我 每天我都要知道 我一直都在 来一些回相识 她都会打视频 或者语音 只要她不学习 不忙其他事 都会发信息给我 跟我分享她的点点滴滴的小生活 我们从来没有吵过交 每天都聊天聊得很开心 我想过要跟她一直在一起 但是毕竟是异地戀 想想不可以常见面 有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都知道我父母肯定不会同意 我交外省的男朋友 我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 而且是家里最受宠爱的人 我妈妈曾经说过 如果是外省的 除非男孩子 脾气很好 努力上进 有钱 就是入罪 如果是外省的 要求脾气好 因为很多广东人 都会觉得外省的男孩子 脾气不好 即是北方人会有一个误解 是的 会打老婆 这样 其实也不一定 不是每个人都会打 你这样说 要不要欺负我 基本上我不懂 我懂得这么多省份的朋友 懂不懂得打 通常只有老婆打老公 没什么地位 人以群分 你懂得打 你懂得不开心 我还没入这个行列 你懂不懂 你笑得不开心 即是大家可以互相安慰 他说 如果是外省 除非男生的脾气好 努力上进 和有钱 如果是广东的 要求不太高 人好 上进 有责任心就可以了 即是广东就不用看钱 外省一定要看钱 看钱份上比较远 这样 当然疫情的关系 令我们出国的机会少了 但大家应该 祖国大好山河 多点去看看 因为我很多年都没有去杭州 是的 你昨天的节目也说了很多年 是的 很多年去杭州 所以祖国大好山河 每一年都是日新月异 大家去看看 不要对外省外地 存在太多偏见 现在只要你读书好 上进心 基本上都北上、港、深、杭州 这些城市 没错 除了这些人好之外 风景也好 大家真的很值得 其实大家可能都不会 我意思是 大家都不会在家乡发展 我这个意思 都去到这些城市发展 大家在这些大城市里面 可能大家都是外地人 但来到这些城市做事 来到广州做事 大家就是广州人 一定是 是的 我不知道你家里 对于不可以嫁外省 或者不可以去外地 是一种什么观念 譬如我男朋友 以后是学业有成的 自己有上进心 距离广州 来深圳发展 都是本省 是的 当然了 妈妈对最宠爱的女儿 之前已经有这样的要求 是爱省的 是的 家人现在不知道我拍拖 毕竟我还在读书 其实我男朋友挺优秀的 就远了一点 我都挺嫌弃他们那边 交通不是一般不方便 很害怕会捱不过异地 很害怕会受到伤害 对感情我是很专一 很专一的 程度深处无法自拔 最近听商低说过 父母反对的婚姻 大多数都不会得到幸福 我知道我们还未到那个阶段 但异地亂没有经验 有时特别特别想找他 但又被现实阻挡着 如果我们都出来社会做事 多好呢 有经济能力 想见就见 麻烦相低请教一下 如何处理异地亂呢 我觉得异地亂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因为大家互联网的发展 大家认识男女朋友 有了一个新的途径和机会 所以这种处理异地亂 就是大家可以在网络上聊天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 在同一个地方也好 都是在微信上交流的多 是 但问题就是 他会不会担心 这个优秀男朋友 未来的发展 不一定选择在广东发展 这件事上 就会跟他家人的想法 有所不同 可能他担心位置会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很难以置在四方 既然他家是一个 暂时来说 都不是一个很发达的地区 我相信他作为他一个优秀的男生 那么喜欢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的男生 他面前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回家乡 建设好自己的家乡 把他从落后的地区 变成一个发达的地区 贡献自己的力量 是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选择 而第二个选择 可能是更多人的选择 就是刚刚我说的 就是来港洲 来深圳 甚至乎去湛江 都很有潜力 湛江 或者去南陵 这些很有后发优势的城市 当你们两个可以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发展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这件事就很迎刃而解 所以现在没有那么多东西 要用心读书 你就推他去读多些书 然后就是为自己未来的事业 做好一个最好的铺垫 是的 而且这个男朋友已经是大四了 未来在工作方面的发展 其实都是指一可见 所以这件事可以再等一等 看到他去哪里发展 是的 首先祝福你们 虽然你就动一下你们的最强大佬 我们学校打算见一个属于我们学生的公众号 但未知起什么名字 我们学校就叫高洲中学 希望你给一下意见 好 高洲的中学 给一下意见 不如叫高见 是吧 是的 高见 是的 行不行 OK 确实是高见 是吧 发表你们高洲中学的见解 是吧 高见 高见 明天有新公司报道 终于不用做这个闲置的动良 动良之材 之前摆尾了 海航大厦附近有什么咖啡店 海航大厦 海航大厦 真的不知道 海航大厦在哪里 是的 立马 不论如何 先恭喜你们 不用做这个闲置的动良 终于有你用武之地 这个朋友很急 他说入了酒店的部分 我就转入周围嘴隧道 没有了信号 究竟有没有发生到牛仔很忙的事 哈哈哈 敬请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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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这些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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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这个隧道真是 真是倒厌 真是倒厌 哈哈哈 下次宁愿比较远一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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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说今天去了 美临MLive天地的WC 两次都撞到智叔 哎呀 哈哈哈 他真是烧烧了 差点撕下那张人像 不是说我不是女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生化上来 我們有个公仔在那裡 遮住眼睛的 大家入女廁就可以去看到的 哈哈哈 南廁当然都有的 都有的 嗯 哈哈哈 这个fan呢 就是低低啊 今天呢我都有去到美临 麻烦超级无敌大后期 加美颜加拉长腿 麻烦 哈哈哈 哈哈哈 如果个个都这样要求 哈哈哈 明年都出不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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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个月底呢 就要考助助理会计师了 求祝福啊 我完全没有底气啊 人家呢是有知识盲区 我是全盲的 哈哈哈 人家有知识盲区 我是全瞎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真是还要报考呢 求祝福 求祝福啊 哈哈哈 他想到一中复就可以了 是啊 是啊 我不怕的 很多时候是赌云的嘛 是啊 哈哈哈 好了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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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关的嘛 全部撞对的嘛 哈哈哈 这个朋友说我是佛山本地的 我认识过两个男朋友呢 都是外省的 开始呢 我妈都不同意呢 我找外省的男生 但我就是对本地的男生呢 不敢冒啊 哈哈哈 到现在二十八岁呢 就丹着啊 我妈有一天跟我说 哎呀 外省都可以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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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妈屈服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相当于原来我老爸公司的保安 都是低迷来的 姓伯是我啊 姓伯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找到工 犯罪又脫單 這個聖伯平時一定很客氣 所以大家叫他聖伯克 這個朋友Hugo 同一所大學分分鐘都異地戀 這間就是華南農業大學 學校太大 不同宿舍區都屬於異地戀 一個是黃埔區 一個是天鵝區 沒辦法 有時候有些學校專業的選擇 其實都是相當重招 現在大學有些很有趣的專業 大學裏面 對 升海音樂學院 今年新開了一個專業 我朋友的親戚 就進去了讀 鋼琴製造與維修 道理上這些不是屬於工程類的專業 但鋼琴又扔著音樂 大哥 這件事你有知識盲點 我是原諒你的 是嗎 你估不到我全瞎 我原諒你 因為只要你家裡買鋼琴都知道 鋼琴大概一年半載 就會有一個調音師 有一個調音師 有一個調音師彈琴很厲害 雖然他跟我說 其實我只認識這一首 但是上下翻飛 整個李雲迪 調完之後 他就用這首來 看看行不行 沒錯 或者彈一彈 然後再調一下 再彈一彈再調一下 所以你說原諒水工程 他去哪裏學琴 他在音樂方面 他要有奏藝才行 是啊 很有趣 真的 我朋友說 我不知道是甚麼表弟 星海 星海是甚麼專業 對 是流音 唱歌還是樂器 鋼琴製造與維修 是嗎 我就可以了 一年省很多錢 每次師傅來調音師 都會收夠多水 接下來的鋼琴廠 就有指定方向 是啊 是呀 可以的 OK 這些真是很有指向性的專業 今年我發現 我朋友的親戚朋友 他說讀專業很隨便 即是很隨便 是照了你理解範圍 很隨便 我告訴你 他讀甚麼專業 有另一個朋友 不知道是甚麼表弟還是外生 隨便 是 去讀華龍 我馬上問他是甚麼專業 他說呢 他們的專業叫做種草 那種草不是小紅書嗎 華龍種草 道理是對的 華龍不是動物是植物 是 你再說一次 我說是甚麼專業 他說是種草專業 真的有這樣的專業 是嗎 是啊 那一出來之後 很容易幫人種到草 是啊 這個厲害 很厲害 各隊互聯網企業 會招呼他 原本想去恆大的主場 我們公司也有預計過一份話 是 種草 這些是否很有趣 以前你還沒聽過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現在很大的 原來 是啊 這個朋友跟我們說 海航大廈 天鵝北海航威斯丁 旁邊 那裡有個海航威斯丁 明白了 酒店多了 一說威斯丁就明白了 寫字樓去得少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朋友說 華龍上課 要乘公交過馬路有天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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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好大汗 你知道嗎 真的 要乘幾個站 那間課室上課 真行 好 那手上又拿著另一封Email 這樣 先看看 先看看,封印在這裏 對不起 親愛的Hilgo 阿智 這次是我第一次寫信給兩老 之前聽著你讀mail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將來會不會有什麼感情問題 寫email給兩老 小弟不才 這次不是我感情上出了問題 而要寫這封的email 而是想借兩老的甘口 幫小弟讀出求婚的內容 幫忙在8月16日之前讀出 小弟萬分感謝 由於我昨晚沒有做這個節目 沒有做這個節目 所以讀出就要到今天 今天踩著點 踏著16日 我是在8月16日結束之前讀出的 寫email的目的說了 一開始當然少不免 要眨眨兩路 Hilgo每次魔性的笑聲 和獨特的見解 都會令人茅濕頓開 而阿智 成熟穩俗的形象 還在節目中 來一句 你的人 都會帶給別人不同的遐想 兩老的優點實在太多 以下轉入偉大而緊張的時刻 求婚 請Hilgo用溫柔動聽的聲音 讀出以下的求婚內容 阿智亞在這裡提提你 之前我們有讀求婚的email 中間我們會說一些自己的見解 發表自己的感言 我曾經收過email 我的朋友會說 大哥你剪得很辛苦 知不知道 我們要求人家 請到人家吃三餐宵夜 即是希望他這段求婚的段落 完整 是的 我們支持不好意思 不知道 求婚有這樣的規矩 小弟不才 兒子也十歲 還沒求過婚 哈哈哈 謝謝 不願自平 是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優秀阿智 好 我們在一些事一些情的平台上認識 緣分的奇妙之處 讓我們都感覺到不可思議 還記得嗎 我們第一次見面 看到那個可愛的你 我已經有那種 烹然心动的感受 我们吃着特色煲仔饭 漫步在稻田上 跟小蜜蜂意外地亲密接触 而第二次见面 我们吃上了小甜品 品尝满足的日料 那时的我 小手已经逼不及待地 踏上你的小肩膀 接着每次见面 都是这么充满期待 我们的第一次拖手 第一次面甜的勇吻 很多的第一次 在我们之间诞生 我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会给你更多 开心的每一次 你经常问我 当你老了 会不会嫌弃你 会不会还这么疼你 傻猪猪 你永远都是我的小仙女 不管现在的你 还是未来的你 都是我守护的小仙女 我亦说过 我会一直拖着你的手 一起到八十岁 我们想想 那时候的我 那时候的我们 或者 还会永远在一起 听着相帝的节目 嘻嘻嘻地享受天伦之乐 我不时在想 幸运地 可以遇上你 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个可爱动人的你 那个诈娇的你 那个虽然会 骂些脾气 但是 很懂得体谅人的你 都让我深深地记住 很感恩 上天 给我们相遇 我们一直 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我也要 在这儿 许下承诺 佳儿 我爱你 让我一生 一世 爱护你 照顾你 嫁给我 爱你的 可爱男孩 Viu 上 静心聆听 一段心情的求婚 简直我唱了我 一个人要多自戀 才说出这样的说话 恭喜恭喜 这一对新人 求把一定成功 祝福你们两个 白头到老 白连好俠 等等等等 是的 太开心了 好 这个粉丝 恭喜发财 希望逆建联早日康复 希望自己可以 承着十冠王的风 考言上岸 十冠王的风 你考言上岸 怎么样 也好 加油 逆建联受伤 那一刻 我今晚回来 我是 大概7点回到家 然后我马上就看了 马上就回看了 即是看了新闻 还是怎么样 不是 看昨天的比赛 那场球 那场球 他受伤真的很无厉害 对啊 没有冲撞 对啊 他罚球 然后再跳起身那一刻 就好像跳不起 然后就跌下了 就跌下了 我当时 因为那里有很多人脚 我还没看慢镜之前 我觉得不知道 哪个可能踩了一下 或者断了一下 后来很多的镜头 很多不同的角度的慢镜看 根本上没有人碰过 对啊 他自己就是 对啊 听说是否断了 哎呀 即是根健 哎呀 不知是否 希望一切都会 尽快和康复 对啊 可能已经有旧患了 可能一跳起身 因为之前呢 之前呢 我记得人家打北京 还是打什么 对啊 但是他的伤 听说不是根健位 是有伤 就是少打两场 对啊 不是 他当时是肌肉拉伤 拉伤的 跟根健应该没太大关系 你就少运动 你知道吗 对啊 当你一块肌肉拉伤 比如大腿肌肉拉伤 那你就会遷就 是 你遷就的时间上 你可能就会 在第二块肌肉 或者第二个根健 帮他们 对啊 来承担了 这些重量 可能就是他落地那一下 自己一遷就 是啊 可能本身那个位置有旧患 哦 对啊 就是 阿联 尽快康复 当然 这个朋友说 就是十冠王的东风 考研成功 你是非常紧急求助的朋友 介绍了一个男生 见面前微信 聊了一个星期 大家轮流主动 三观比较合 然后朋友撤合之后 一起吃了个饭 在之后聊天当中 明显对方的主动频率减少了 是 尤其谈到我的事情 会突然间没了下文 不过 聊客观 或者其他相关的事情 都挺顺畅的 朋友说男生家境不错 可能因此不太着急 请问应该如何推进呢 女生觉得男生还可以 要推进 是 没错 首先我们的招数里面 有一招是投其所好 既然你在中间有朋友 其实多些是通过你中间的朋友 了解他 和通过他的微信的朋友圈 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然后有的防止 而且女生设计不好 在男生面前 让他感觉到你太急 是的 所以既然谈到你的事情 突然间没有下文 其实不一定要谈自己的事情 按他套路走 谈客观的事情 和他相关的事情 就继续谈 这件事越来越顺畅之后 很多事情便会水到渠成 是的 还有男生 无论是什么男生 其实都是一个通病 就是喜欢被人赞 特别是被女生赞 所以为什么 女生都喜欢 阿智 我跟你说 女生赞男生 其中一个东西 男生赞女生 一般是漂亮 是 温柔 可爱 会赞这件事 你不会赞男生温柔 可爱 赞男生 你这么聰明 是 耶 你知道吗 很吃硬他 这句话很吃硬他 我不知道男生 他现在在读书 还是在工作 如果在读书 你要赞他 你会懂很多事情 如果你正在工作 你就要赞他 在工作上 很勤奋 很聪明 諸如此类 就算他不是那么聪明 他都喜欢别人赞他聪明 对 小小的成就 都被你赞到飞起 那就是不得了 是的 因为任何男生 都不能拒绝一个欣赏他的女生 这件事要记住 跟着这条路去 自不然会谈到更多的路 互相了解更多 是的 没错 刚刚这个朋友说 听到Hugo说 来广州 就算是广州人 是的 我觉得只要你在广州工作 在广州拼搏 你就是广州人 嗯 你的朋友说 是的 加油 你的朋友说 阿联真是跟健断裂 哎呀 去年的杜蘭特 又是这样 之前的流场跨栏 亦都是这样 所以运动员来说 跟健断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大家要很长时间恢复 嗯 嗯 嗯 希望这个恢复的时间 可以进短 可以有奇迹 嗯 嗯 这个朋友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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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肉肉组合的进口肉 有没有经过检测的 在这里统一回复大家 所有进口的食品 都有经过检测的 嗯 大家放心 放心 提提大家 其实明晚我们也有事情 也有事情搞的 是 这个朋友说 今晚已经做完手术了 阿联 是 是 很快 下床 尽快恢复 尽快上场 是 是 你刚才说什么 明晚我们有事情搞 明晚搞什么 明星期一 明星期一有什么搞 肉肉组合 啊 啊 想怎么样 明晚 我跟 啊 啊 真的 明晚我们 明晚我们 会继续 有直播 是 没错 好了 那我们上个星期 都跟大家说了 那 之前呢 我们在之前三个月里面 我们就逢星期三晚的九点钟 我们就会有视频的直播 是 但是呢 经过一轮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 经过我们一轮 怎么说呢 经过我们一轮的这个 调试 调试之后 嗯 你变成了呢 星期一星期二 好像要休息 然后星期三又要工作 星期四星期五休 星期六又要工作 又要工作 是啊 突然间觉得一个星期 人家是七天 或者人家上班又回五天 我就变成了 好像完全 还没停过 还没停过 曼曼曼曼曼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为了 维持 这个 一个星期 在我心目中的完整性 哈哈 我们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们好像这样 不完整 其实对于主持 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 是啊 好像他们的生活 同样是不完整的 是啊 中间又打断了一点 是啊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决定调整 要么星期五六日 三天就做 要么就是六日 一三天 一起做 是 但是我们又想 星期五是一个小weekend 大家可能都要出去 去玩一下 可能星期五晚 就可能不合适 于是 我们终于达成一个共识 在刚刚的这个 正说半个小时之前 我们就决定 星期一晚 以后星期一晚 九点半 都是九点半 同样都是九点半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 都是九点半 是的 我们视频直播 明晚九点半见 拜拜